一家研究人类生物基因的实验室因为反道德规定被查封,没来得及销毁的一些实验品被匆忙地埋到土坑中,丧尸阿桑就是其中之一。 侥幸存活的他顺着公路来到了一个远离城市的山村,山村中留守的大多是老年人,他们并不认识丧尸,只把脏兮兮的阿桑当作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 在村里闲逛时,阿桑抑制不住吃人的冲动,咬伤了加油站老爷子万德,随后又误打误撞地跑到了加油站的仓库中,抱着像人脑一样的包菜狂啃,吵闹声惊醒了其他人。 万德一眼就看出了眼前这个咬伤自己的家伙,这时从城市回来的二儿子明杰认出了阿桑就是人们闻风丧胆的丧尸,他提议大家将被咬伤的父亲关起来以免失变。 于是,一家人家阿桑关在仓库,将万德关在拖车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万德并没有变成丧尸,被咬之后,他的身体反而比以前更有力量,似乎年轻了40岁,这是所有壮阳药都达不到的效果。 万德年轻的状态引起了村子里其他老人的羡慕,他们纷纷向万德求教吃什么才能入此大步。 想了许久,万德意识到这或许和自己被咬有关,为了帮助其他老人变得健壮,也为了攒钱完成自己的夏威夷之旅。 万德并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其他人,让他们在仓库门前交钱排队,一个个接受丧尸壮养疫苗接种。 第二天一早,整个村子都充满了年轻的声音,曾经的古兮老人变成立拔山西气概式的壮士,腿脚不灵的大爷也能百米冲刺。 有了钱的万德连夜离开了村子,带着失去妻子的相片一起去夏威夷圆梦。 在与阿桑相处的日子里,三女儿海杰爱上了这个外表帅裤,内心柔软的丧尸。 阿桑不像其他丧尸一样吃人,他喜欢吃包菜。 海杰带着他来到包菜田,两个天真无邪的人长扬在包菜的海洋里。 时间一长,加油站能撞扬的秘密在十里八乡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有如这里。 大儿子俊杰和老婆红太郎抓住这个机会将废弃了很久的加油站变成了男人加油站,大赚了一笔。 吉祥五阿桑被善良的一家人接纳,成为了家庭的一员。 好景不长,几天之后,蕴藏在人们体内的丧尸病毒结束了潜伏期,开始大爆发。 被咬过的人陆续出现了失变的症状,整个小镇乱成一团,加油站也未能幸免。 曾经熟悉的村民都变成了丧尸,见人就咬。 通讯交通早已瘫痪,被困在加油站的一家人只能想办法自救。 好巧不巧,红太郎在这个危机时刻突然临盆,孩子的哭声吸引了丧尸的注意,其他人只好闯出失群发动车辆。 在车子启动的时候,阿桑放弃了上车,他站在车子和失群中间,为他们堵住了最后一波攻击。 海杰看着被丧尸撕扯的阿桑哭成了泪人,看着车子安全离开后,阿桑引燃了泄露的汽油,在冲天的火光中和失群们同归于尽。 逃生的一家人迎来了黎明,可是他们发现俊杰不知何时被咬伤出现了失变。 就在绝望之际,老爷子万德度假归来,明杰惊讶地发现被咬伤的父亲竟然完好无损,父亲可能就是广播中所说的携带抗体的人。 头脑灵活的明杰瞬间想出了一个大计划。 六个月后,丧尸已经攻陷了无数个城市,幸运的一家人开着车子在各地做着疫苗生意。 这次,咬人的吉祥物不再是阿桑,而是拥有抗体的万德。 他为丧尸注射抗体,让他们恢复正常。 爆炸中幸存的阿桑也注射了抗体变回正常人。 他和海杰一起管理着失情,两个情投一合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劫后余生的一家人也成了整个国家的希望。 村民的贪婪总是和他们的惩罚成正比, 奇妙一家人的善良也会在危机时刻化作他们的救命稻草。